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花 沒錯 你沒有看錯 我真的胖了很多 整塊臉現在是圓形的 你看 肉多了 算了 傷心的事我們還是不要看了 說回一些開心的事 上上星期我去了韓國一轉 整年沒有去到 到底他們出的多不多新東西 吸不吸引到我去買呢 是不是很想知道我買了什麼 想知道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們先說了大家都比較有興趣的化妝品 我真的整年沒有去到 但是我發現他們的化妝品 除了在家之外 其他東西都是差不多 一直都看到很多不同的牌子 出了一些卡通的Cushion 我都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會不會太可愛呢 直到出了這個 單眼仔的BB Cushion之後 那一刻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的紅心爆發了 其實我還沒去韓國之前 我已經看到它很可愛 它就是The Face Shop的BB Cushion 我已經是不介意它的Cushion 好不容易 因為The Face Shop的東西 我本身有少許保留 那我買的時候 就有些言語上的問題 那就變了我有多一個 其實我之前呢 放過上Instastory 問有沒有人要的 那也很多人inbox我 說想要的 那我見那麼多人要的 不如我就直接放在Instagram 因為Instastory 真的很難讀 你看我的舌頭 真的很廢 因為Instastory 只有24小時 我想很多人都會想要 但是會錯過那個Post 所以呢 我就再放一次上Instagram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這一兩天會Post 問問你們要不要的 不過先說明 是沒有餡料的 而我也不知道 放到哪一個牌子的餡料 只有一個Case 我有買這個 剛剛在塗的 啊 真的很香 Electry Puppet的Hand Cream 是這個Apple Mango味 因為這個味我真的很喜歡 而我男朋友也很喜歡 那我就再去的時候 再買兩支 因為本身有些已經用完了 今次這兩支 已經是我第三次去買的了 每一次塗完之後 其實他不太覺得我在塗Hand Cream 他就會無緣地說 哇 這麼香的 然後我就會把手給他聞 然後他就說 蛤 這麼香的 但是他每一次都不認得這陣味 每一次他聞到的時候 都是 蛤 這麼香的 好像滿然不知 為什麼突然有這陣香味傳來 啊 至於潤不潤 其實他不算太潤 最近天氣比較乾 我的手真的乾得飽 他是滿足不了我的 但是如果我買蜜茶的話 都可以的 這個是我這個旅程第一盒買的眼影 它是Atta House 4色的眼影 我買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顆 嗯 沒錯 這些顏色很明顯我已經很多了 將它幼幼地塗在眼底這個位置 做一個下眼線 很漂亮的 另外這三個顏色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很明顯 除了我有錢外 你應該也有的 很便宜的 沒有記錯的話 我又忘了 我打回這裡 它的質素 跟它的價錢成正比例 非粉是明顯的 而它的粉粒幼細度 不算很粗 但我們用的好東西 就會覺得它的粉粒比較粗 不好意思啊 剛剛塗完手霜 很多手指毛 很多油在上面 先說一下這盒 這盒是我去韓國之前的目標 原因就很明顯 唯有這一盒 我真的很喜歡買紅色的眼影 因為啡色的那些已經整個都是 現在開始進軍買不同層次的紅色眼影 其實我是沒用的 你看到是新的 我還沒捨得用它 那我們就不要弄它 但我當時試過的 我覺得都OK 到我真的捨得用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這個 看看會不會打入了我 我不知道多少月最愛 好啦 最後一盒 是不是很像呢 這盒好像把眼影放大了 還有少了幾顆 放上去就真的很像 但它們很像 它們不是一樣的 OK 那你算是可以買的 這個呢 我也是 就這樣 這個我還是沒捨得玩它 我又不想現在拍兩張照片 告訴你它好不好用 我答應大家 我下次 再下一次 再下一次 我會跟大家分享回去的 或者大家看我的Instagram 話說我最近的頭髮 就染纏色了 所以呢 我就乘機 最近買了很多眉膠回來 跟之前一樣買得最多的 依然都是唇膏 那我就一共買了9支的 首先第一支想說的呢 就是這個 都是我金湯 到時候為止用得最多的一個唇膏 它就是一個 編紙的磚紅色來的 它的包裝我都很喜歡 因為它這個位置 它是跟上唇膏的顏色的 那就是說呢 如果你買其他顏色 它這個位置是不同的 它一炸排在這裡的時候 就會很吸引你去買 那我就選了一個磚紅色 因為最近輕 而我又少這個顏色 水水也有買的 那它跟我的用後感 只有耳口同聲的 哇 想不到它這麼滑的 用了一會兒之後 它會有一點點變光 但對於我來說 它是完全沒有問題 不會令我有乾紋 脫皮等等的現象 好了 接著也要說這個牌子 另一支的唇膏 一個比較搶眼的紅色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 我試了上嘴的效果 這支會比起剛剛那支 再滑一點的 但這支塗出來 就有一點點光澤感 所以整件事都合理 可以看到這兩個名字 它們是不同系列的 這兩支唇膏 是我今唐代程 最後的兩樣東西 都選了一會兒 到底選什麼顏色好呢 選了一會兒 因為我已經買了好幾支差不多 但是我最後 都要選一種差不多顏色的東西 這支就是一支 有一點紫紫的 鮮粉紅色 你看到它是超亮的 塗出來有一點點glossy 但是顏色是好出 好鮮色 買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三支便宜 因為我本身是想買這支 那它就叫我選兩支 便宜很多 差不多第三支半價 所以我選了兩支 有一支就水水選了 這支也是我塗開的 比較霧面 比較雅致效果的唇膏 但是我特別喜歡它們 就是因為它們不妨擋 因為我本身個人 是喜歡一些比較 不要瓦瓦瓦的東西 誰不知瓦瓦瓦就是 這個 你看 很大 你看相比起 有時放在手袋 真的很瓦瓦 你明白嗎 我手袋只有這麼小 這支瓦瓦瓦 買的是什麼 是poly effects 這支我還沒用 但是我試上手的感覺 是超滑 超出色 我都買了它回來試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支我試完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蓋子還有一個瓷石 Mimi Boss和Pony effects 都是同一個出品 出產公司 或者總之它們是有關係的 我這支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我嘴上塗這個 是有一點點紫紫的 其實它的質地是唇膏彩 但是它的設計是一支筆 就是這樣 用的時候就按後面 我覺得這個設計也方便 也加分 它會比起平常用開點 尿的會好一點 我這次買9支唇膏裡面 有8支都是超出色的 這支也不例外 塗了上嘴之後 隔一會 我想5分鐘左右 它就會沒有那麼亮 它就會變得乾身一點 我買的時候 我是不覺得它有朱古力味 不知道大家記得我講過 我是特別怕 一些甜的味 吃得下肚子的甜的味 是我的嘴上的 這個感覺好像你的嘴 吃完朱古力沒有抹 會惹惹 會蛀牙 可能好像有些白痴 但是我真的不喜歡這股 我還沒塗在我臉上的 這兩支 都是最近流行的 一些磚紅色 啤紅色的唇膏 是innisfree的 我這次有點後悔 一次過買了這麼多磚紅色 這兩支的價錢也不貴 兩支來說 我會覺得這支會比較好一點 這支真的會比較容易脫 還有它有少少塗上嘴 不均勻的狀態 你看到這個 是會塗得亮一亮的 那它塗上嘴之後 是有少少黏黏黏的 你的頭髮 是會有一條線 但是以它們的價錢 這兩支都算是合格的 還有一件化妝品 就是Etohouse的一支 扭出來的圓筆狀態的唇膏 這支算是我這麼多支裡面 最差的一支 擦完嘴之後 會滑到嘴邊 不是很顯色 會脫 基本上一吃東西 它就脫光了 是脫光了 不是脫光了 它是完全脫光的 不過它真的很便宜 它是我這麼多支裡面 最便宜的一支 這次我想重點說這個 Etohouse的也是 那它是什麼來的呢 嘩 是一支很深的 美食筆 用來做shadi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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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來做一個假的髮邊 就是這樣 畫一下畫一下頭髮 咦 我現在這樣看 其實過了鏡子都OK 真人看都還可以 即是你控到很近 就很明顯我裝假的 即是正常常 你手勢不會太差 那都OK 但是我還未是真正用到的 遲些再用多些 再跟大家分享多些 化妝品就是這麼多 真是不好意思 我這次也要分開上下集 下一次會是一些飾物和衣服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bye 希望下次見的時候 我臉會沾一點 真的很軟啊 Aurora ismus 早安 麻將 B